欢迎来小镇志,我是喜耀 安华这次终于做对了 今天团结政府就表明了 他们将会拨款给在野党的议员 目前就是在草拟备忘录跟谈判的阶段 我认为这件事情绝对是做得非常的好 我一向来其实都是主张认为说 这个政府应该要维持他们之前的改革跟竞选的承诺 其实发放拨款给在野党议员 本来就是西蒙在政港里面其中一个要落实的项目 虽然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说 现在给在野党他们一些拨款 会不会诸咒为虐,养虎为患 但是要想长远一点 如果有一天西蒙落入反对党 我们也希望说他有钱去造福他的选民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原则上的议题 这次团结政府跟之前也做得不太一样 他们去答应了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第二样做得很漂亮的地方 就是他们答应并不是完完全全没有条件的答应 而是要跟反对党谈判 这是他很妙的地方 因为跟反对党谈判就代表说 其实主导权是在团结政府或是西蒙这边 我认为接下去有两样事情 其实是非常好可以跟反对党取得公私的 什么事情呢?其一 也就是反对党这边假设希望可以获得这个政府的拨款的话 那就是不要一直的去想办法策划导政府的这一种阴谋 我并不是讲说反对党其实他就丧失了 他作为这个反对党议员的权利 我的意思是讲 如果你真的你是想要推翻 还是像你讲的你已经有这个数字 你很有信心的可以把这个安华弄垮台 那你就直接去国会那边投不幸的东西 你要做这样事情的没有问题 你go ahead 但是不要一直在背后那边搞小动作 一直搞什么变天 这个等等一系列的什么行东 东的西的有的没的 这些事情其实是让我们国家真的 尤其是在年头 甚至去年的时候呢 一直陷入的一个疑云 弄到我们国家不能够前进 然后人民呢其实关注的事情完完全全都骗掉 所以这一点 如果反对党议员能够确保在未来的三年呢 不要再搞这些小动作的话 我认为可以考虑给 也这是一 第二个是一个更大的事情 也就是所谓的选区重划分 选区重划分呢 每半年就要划一次 其实呢要划这个事情呢 是需要咱们之二的这个同意的 目前呢 虽然讲安华这边拥有这个图团 他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 跳过来的这个六个议员的这个支持 但是现在这16个议员呢 可能他们的这个选区要重新选过 我们不知道 很大可能是会啦 所以如果反对党能够赞同选区重划分这样事情的话 那OK 拨款东西可以发下去 为什么这个很关键 选区划分 目前的这个问题就是呢 非常多这些城市 OK很多的混合区呢 其实有超级多高密度的人口 但是全部被划为一个区 相反呢 就是很多的这个想区 虽然说呢 这个低其实是很大 但是其实人很少 所以呢 他们也被划为一区 也因此呢 其实很多的城市混合区呢 是并没有彰显出他真正选民应该有的这个价值 OK 这事情呢 本来在民主的精神底下都应该划出来的 当然可想而知呢 对于反对党来讲 他们可能会不太同意 毕竟呢 这样划出去 可能对于这个西盟的这个城市区的选票会比较帮助 但是其实按照民主的这个精神底下 是应该要这样子划的 所以 这是我认为 为什么这个选区划分的东西 会拖那么久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那如果现在呢 反对党要获得这些拨款 他也同意这件事情的话 那其实是不仅落实了团体政府想要落实的这个改革的这个措施 而且同时间也得到了选区划分的这个好处 所以用这样事情 我们不要完完全全的 可能很白白的直接给 而你去做一些这个国家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或者你本来想要推动的改革议程 我认为是一键双标 一石二鸟 OK 也因此呢 我不管觉得从原则上也讲 还是从本身团结这种的利益来讲 做这件事情 尤其是跟反对党谈判 其实对整体方向都是一件好事的 更重要就是呢 当这个不缓去到反对党那边呢 他们就不会一直用这种被害者的这个身份呢 一直去煽动他们那边的这个选民 OK 对于未来的这个选情也是有帮助 那这期就跟大家到那边 喜欢到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